到货了到货了兄弟们又到货了 今天到货的是条猪鼻蛇 是一条白话的小猪鼻公蛇 呦这包的还挺严实的哈 哎看到了 这状态看起来可谓是相当的健康了 这个小玩意呢 据卖家说有个12克啊 但是 为什么我这样子看起来还挺大的 看起来不止啊 应该差不多有个15克左右啊 但是上手的重量应该在10克左右 可能是因为肥吧 所以看起来比较重一点 但这都是次要的 主要是他足够稳损 足够稳损就好了 这个小猪鼻非常的活跃啊 来咱们来看一下他腹部怎么样 他腹部看起来也是相当的健康 没有说让他极定的一个迹象 这尾巴呢 啊这是台小弓蛇 猪鼻蛇的尾巴越长呢 他弓的概率就越大 当然也是有例外的 有些母的尾巴也挺长的 但是一般尾巴过长的性别 都基本上是弓蛇 哎这小猪鼻相当的活跃 而且他力气还挺大的 他一直在我手上蠕动 是蠕动啊 猪鼻是蠕动啊 他不是爬是蠕动 看像猫猫虫一样 这疯狂的蠕动 这个小家伙的发射呢 还算是挺不错的 一般白花猪鼻他可能会偏黄一点 但是这个小东西 他甚至有点偏橙色 但这倒不是重点啊 重点是他够温顺 一般猪鼻蛇温顺的呢 会比较少一些 虽然这小玩意看起来很蠢 但是猪鼻蛇也是会咬人的 而且别看他这个样子 看起来特别的寒 猪鼻蛇呢 它其实是一条微毒蛇 它是一条厚超压的小毒蛇 虽然说毒性非常的微弱 但是咬到也是会痛的呀 猪鼻蛇这小玩意呢 虽然看起来挺寒的 但是这小玩意 它并不适合新手 这个小东西呢 是和爬虫类玩家 进阶的一个小宠物 猪鼻蛇之所以不适合新手啊 因为它有两个点 第一个点呢 是它的价格 稍微好看点的猪鼻蛇呢 基本上是在四位数以上 如果在新的角度上来说呢 四位数对新人来说 可能不太友好 而且这个小玩意特别喜欢越狱 一旦越狱 就相当于四位数的一个零化钱 就直接抹得了 第二个点呢 就是咱们前面说的 这小家伙是个小小的微毒蛇 虽然说它毒性非常非常的微弱 但是被咬着也是不是那么好受的 以上呢 只是我的个人观点 大伙稍微参考一下就好了 但有一属一 猪鼻蛇的渴玩性 确实会别的时候好玩很多很多很多 这小家伙呢 不但只看起来挺憨的 而且 而且它会装死 虽然说这个猪鼻的小器量 骗不了咱们人类 但是也足以拼够野外的律师者了 诶 这个小家伙好像挺喜欢我的手掌的 能说我手掌的温度比较高吧 他又直接赖在我手掌上边哪都不去了 他 他不动了 他摆烂了 算了 还是把它稍微爬过一边去吧 咱们今天的视频想要这个位置吧 咱们下期再见 西游 拜拜